好,OK,首先欢迎同学们啊,来到咱们清通教育今天晚上的公开课的课堂,那我呢是今天晚上的主将老师啊,我叫山河,好吧,那今天的话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项目,或者说带来一个案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我带大家去做什么案例,好吧,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课题,课题来说的话呢,他用的是使用Pathom去采集某宝商品数据,对吧,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怕被和谐啊,我怕被和谐啊, 所以说呢,我取的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呢,其实就是采集的是这个某宝的商品数据,这个懂得大家都应该懂,对不对,好,那关于我们今天实现这个案例,我会带大家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好吧,已经呢,今天这个案例的话呢,是采集的是商品数据,啊,采集的是商品数据,那么啊,首先同学们啊,在课程案例开始讲解之前呢,那我首先啊,把今天这个案例啊, 给大家去跑一下,给大家首先看下效果,好吧,那我们首先根据这个效果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最终要做是什么样子,好吧,同学们,来,咱们首先把我这个代码呢,我给大家直接把它粘到这个,编辑器当中啊,啊,粘到编辑器当中,好,然后呢,咱们去右键去执行咱们相关的代码,啊, 在这里呢,那我可以输入一些这个商品关键字,啊,同学们啊,在课的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想买什么,啊,你们现在想买什么,可以发到公屏上,好吧,那我就,按照你们想买什么,我就给大家抓取什么相关的一些数据,可以吗,你们想买什么呀,啊,同学们,还在线吗,同学们,还在线吗, 3090,啊,鞋子,那3090,我不知道啥啊,那我就鞋子吧,好吧,啊,鞋子啊,还有想买包的,还有想买月饼的,我操,啊,防狼神器,我操,你们都是狠人啊,真的,好了,在这里啊,我呢,就输入大家指定的一个鞋子,对吧,然后呢,现在呢,在我的程序当中啊,现在正在抓取页面当中的一个数据,啊, 然后页面当中的数据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些数据的渲染加载,那那么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呃,当前在这里面,我们指定商品的关键字,那么就可以抓取到某宝,这个商品平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好吧,这个效果大家看到没有,啊,现在第一页已经装完了,对吧,然后呢,现在正在抓取第二页的一个数据,对,然后呢,我们其实这个页面,它是会不断的在改变的,啊,这个页面会不断的在改变的,啊, 对吧,还有,还有想,还有想买显卡的,显卡最近可能有点贵啊,这位郭同学,对吧,因为这个显卡的话呢,因为被我们这个挖矿的人啊,把他显卡的价格给他抬起来了,所以说显卡,最近不推荐买啊,最近不推荐买,到时候等这个价格降下来,呃,可以考虑入手,啊,可以考虑入手,好吧,啊,这是关于这一点啊,这关于这一点,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啊,效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对吧,效果已经看到了, 那么啊,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啊,去抓取我们当前某宝,其实也就是淘宝这个商品平台当中的商品数据,好吧,同学们,整个效果的话呢,我就不给大家多演示了,好吧,整个的效果呢,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对吧,好,那在这里面的话,同学们,接下来啊,就跟着我的步骤,咱们一步一步的去写,啊,一步一步去写,啊,九分钟写那么多,啊,九分钟不是啊, 我只是给大家首先演示一下啊,那今天,这个详细的操作步骤呢,我会带大家啊,一步一步去实现,好吧,一步一步实现,OK吗,那大家啊,今天关于这场课啊,这个已经上车的同学呢,咱们就把车门焊死啊,这个不到终点,咱们就不下车,好吧,那我会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好吧,呃,老师,你程序, 咋写的,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瞧啊,对吧,我们是所有程序员啊,他都是从这个,一个代码,一个变量的复制,对吧,甚至于一个架构, 初始状态,来编写的一些案例,或者说,一些这个项目,好吧,那咱们接下来就带大家啊,一步一步的去做,好,那刚刚就效果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对吧,那这个效果的话呢,实际上啊,我刚刚通过运行,我的这个代码, 刚刚你们发现了,哎,他是不是刚刚自动的,帮助我们打开了这么一个浏览器,对吧,那关于这个浏览器的话呢,实际上啊,同学们啊,那我今天整个代码, 我会借助什么呢,我会借助浏览器,然后呢,让浏览器执行一些这个自动化操作,去干什么呢,去根据我们商品的关键字,或者说,根据商品抓取的规则,去抓取淘宝商品数据, 啊,去抓取淘宝商品数据,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借助浏览器,因为众所周知啊,这个淘宝它是一个大平台, 然后的话,这个平台当中的数据啊,它其实是有很多加密的数据,那么像这些加密的数据呢,借助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工具, 它可以直接操作浏览器,那得到浏览器,它渲染加载以后的数据,那我同学们,你们想想啊, 既然这个淘宝,这个商品的平台,它能够在浏览器当中,给我们显示相关的商品数据,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相当于我找了一个工具人,啊,找了一个给我打工的,啊, 它就是浏览器,让这个浏览器呢,去帮助我们啊,去自动的去执行某些操作, 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好吧,其实这是原理,啊,这原理, 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啊,我刚刚打开的这个浏览器啊, 那么在这里呢,我给他讲一下,它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在这里呢,就会涉及到,我会给大家画一张图啊,画一张图,好吧, 就比如说这个图当中有三个框框,它依次代表不同的对象, 咱们把它称作对象啊,那第一个框框呢,其实就代表咱们的Python, 或者说呢,代表咱们的这个代码, 好吧,那第二个框框呢,代表我们的这个浏览器的驱动啊, 啊,浏览器的驱动,那浏览器的驱动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打开浏览器,然后呢,去执行一些啊, 自动化的操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真实的浏览器, 啊,真实浏览器,那么实际上,我刚刚整个的这个项目效果呢, 它是这么一个原理,首先通过咱们的Python代码, 去操作浏览器的驱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代码, 它有一个模块啊,我有一个模块,这个模块, 它可以去根据浏览器的驱动,去干什么, 去借助这个驱动,啊,打开浏览器, 去执行浏览器的自动化操作,啊, 那么这个驱动,它真实操作的就是我们当前系统下的浏览器, 所以说,那么在这里,这三个框框就依次的实现了什么, 就实现了我们的这个Python代码, 去间接的控制我们浏览器, 去得到当前我们页面当中, 咱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对吧, 实际上呢,在这里啊, 在这里,我们整个的一个项目需求, 就是获取咱们这个淘宝的商品数据, 就是获取淘宝的商品数据, 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那么这个商品数据呢, 其实获取下来的话, 最终我会把这个数据保存成CSV数据, 对吧,那第一个数据的名字呢, 是我们关于商品的名字, 第二个商品的价格, 第三个商品的付款人数, 第四个还有什么, 我来看一下啊, 可能有的字段太多了, 第四个的话是商品的这个旗舰店的名字, 然后呢, 他当前这个店铺所在的一个地点, 最终的话呢, 还有最后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其实就是当前该商品的详情页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呢, 我们可以随便的来复制一个, 然后呢,通过浏览器, 我去看一下, 好吧, 那这个地址呢, 他其实就是商品详情页的地址, 对吧, 那如果有了商品详情页的地址, 我们想进入哪个商品详情页, 我们就可以指定地址去进入, 对吧,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最终整个的这个项目需求, 整个效果的话, 大家已经也看到了, 咱们啊, 接下来就会涉及到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问题呢, 首先同学们啊, 我们当前这个浏览器, 或者说, 我们需要去根据什么呢, 浏览器需要配置啊, 浏览器的这个驱动, 需要配置, 怎么配置呢, 当前在这里啊, 同学们, 那根据我们浏览器的版本, 浏览器的版本, 像我们今天啊, 我们教学的浏览器呢, 会借助到我们的这个Chrome, 谷歌浏览器啊, Chrome它是谷歌浏览器, 那借助这个浏览器呢, 去指定啊, 去找到它的一个版本, 然后呢, 去下载它的一个驱动, 也就是指定版本, 去下载浏览器的驱动啊, 然后呢, 把这个浏览器的驱动啊, 咱们放到我们当前环境的指定位置, 这是关于如何去配置, 如何去配置, 那么在这里面啊, 详细的这个配置教程, 同学们, 详细的配置教程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把它放到我的桌面啊, 桌面下有一个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话呢, 就是教大家一步一步的去配置咱们浏览器的一个驱动,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因为我不清楚同学们, 你们浏览器驱动的版本号是什么, 所以说在这里面啊, 你们要根据你们浏览器的版本号, 去下载驱动, 然后呢, 去干嘛, 去安装, 去配置当前浏览器的环境,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是选用这个浏览器, 以及如何去配置这个驱动, 好吧, 那么这个详细的教程呢, 大家还没有配置的同学啊,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木子, 直接找助理老师木子, 现在就可以直接拿到当前浏览器驱动配置的这么一个教程文件, 跟着教程一步一步的去走, 一步一步去走, 好吧, 然后你突然说其他浏览器可以吗, 其他浏览器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其实不推荐啊, 不推荐, 你其他的像比如说, 爱一,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关于我们的火壶, 然后呢, 还有关于我们的其他浏览器等等, 其实都可以用, 那像你们所说的, 什么360, 什么QQ, 一概不可以, 一概不可以,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并没有当前啊, 现在并没有当前啊, 针对于QQ的浏览器, 针对于360的浏览器所开发出的浏览器的驱动,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一些主流的浏览器可以用, 但是呢, 其他一些没有的一些其他浏览器的话, 它是找不到驱动的, 它找不到驱动的,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同学们啊, 有同学的可能就不知道啊, 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啊, 只推荐大家两款浏览器, 第一款, 谷歌啊, 最推荐的, 包括呢, 做开发非常顺手, 第二款, 火壶, 其他的都是渣渣, 东哥的意思吗, 其他浏览器, 其实你别看他啊, 就是什么浏览器的界面, 比较绚丽, 对吧, 其实它的性能非常非常差, 非常非常差, 恕我直言啊, 在这里恕我直言, 除了这两款浏览器以外, 其他浏览器我觉得都不太好用, 都不太好用, 这就是关于这点, 火壶的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驱动啊, 那火壶驱动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指定的路径去下载, OK吧, 这是关于这点, 好, 然后的话呢, 关于如果说同学们啊, 你当前浏览器驱动配置好以后,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去借助一个第三方模块, 这个第三方模块的名字呢, 叫做Sullion, 大家如果说这个单词不会读啊, 咱们来翻译一下啊, 翻译一下, 我来读一下, 大家有没有听到, 对吧, 应该听到了对吧, 那我是听到的, 不清楚你们有没有听到啊, 应该听到了, 没啥问题啊, 那Sullion的话呢, 它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模块, 它有什么用呢, 它其实是我们的Path模块, 它是我们的Path模块啊, 然后呢, 当前这个Path模块的后续的话, 后续啊, 这个模块它可以去操作啊, 浏览器驱动, 它可以去操作浏览器的驱动, 东方的意思吗, 也就是我刚刚之前给大家画的那三个图, 三个框框, 大家还记得吗, 应该记得吧, 对吧, 第一个框框是我们的Path, 其实那Path的话呢, 它只带的, 就是我们当前Sullion这么一个模块, 东方的意思吧, 然后呢, 这个模块它可以去操作浏览器的驱动, 进而间接的去控制咱们的浏览器, 对吧, 所以说当前这个模块, 第三方的需要安装吗, 需要装, 那怎么装呢, 在这里的话, 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去装啊, 来咱们通过Path install, 指定我们当前Sullion这个模块的名字, 通过在终端当中吧, 这行命令咱们给它复制一下啊, 然后呢, 打开我们的terminal终端, 注意啊, 这个terminal终端, 我速度慢一点啊, 速度慢一点, terminal终端在我们当前编辑器下面, 会有一个这么选项, 点开以后, 它直接连接的就是我们当前系统下的CMD终端, 好吧, 直接点开就可以用, 然后呢, 通过相关的一个命令, 咱们去安装当前这个模块, 像现在我现在安装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现在在我的解释器的环境下啊, 这个模块, 我是已经提前装好的, 所以说它会给我们这样显示, 那如果说啊, 大家还没有装好同学呢, 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啊, 它会有一个黑白的进度条显示啊, 是不是, 好吧, 就是怎么去安装这个第三份模块, 详细的步骤也已经教给大家如何去做了, 好吧, 那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啊, 安装这个模块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大家一定需要配置, 配置什么呢, 配置我们当前Pathom环境, 你的当前Pathom的环境要给它配置好, 好吧, 配置好以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在终端当中啊, 去安装一些第三份模块, 好吧, 老师哪里人, 我是湖南的, 我是湖南的, 湖南的, 可能湖南人都知道, 我们湖南人是H和F不分, 大家尽量啊, 尽量, 这是每个地方的一个语言特色, 好吧, 还有同学说我是地球人, 龙的船人, 这个都没毛病啊, 我觉得都没毛病, 好吧, 龙的船人还行啊, 还行, 老乡啊, 老乡, 老乡见老乡, 狼眼泪汪汪啊, 好吧, 也是虎南的, 酒菜盒子也是虎南的, 对吧, 长沙的, 卧槽, 这长沙的就装到一头去了, 我觉得是长沙的, 现在也在长沙啊, 好吧, 这个题外话, 题外话, 咱们不多说啊, 好吧, 好, 当我们当前安装了这个设立点, 这个模块以后啊,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啊, 咱们可以首先通过import的方式去导入我们模块的一部分功能, 那就比如说啊, 当今在这里呢, 我通过front, front什么呢, front当前这个sirlian通过import去导入webdriver,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导入我们当前sirlian这个模块的什么, 浏览器的一些功能,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之前安装的这个模块的名字是这个名字,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模块当中它其实可能有功能一, 功能二, 功能三, 功能四, 可能有很多功能, 然后呢, 我现在在这里啊, 我就去导入它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webdriver它就是实行一些浏览器的相关功能, 实行一些浏览器的相关功能,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导入完这个功能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可以这么去做, 对不对, 我可以根据导入的这部分功能, 首先啊, 第一步我可以去创建一个浏览器的对象, 这个对象可能有同学不理解, 或者说我直接给大家这么说吧, 我可以去给大家通过导入的指定功能, 去创建一个浏览器, 去创建一个浏览器, 对象的话咱们首先不谈啊, 因为确实啊, 我讲习惯了, 因为对象在Pathom语言当中, 对象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切接对象吧, 对吧, 好, 那我怎么去创建一个浏览器呢, 在这里啊, 同学们, 那我可以通过webdriver, 我直接通过这个webdriver这个名字, 然后呢, 所以啊, 我点上一个大写的chrome, 那chrome的话呢, 在这里他就是创建一个谷歌浏览器, 那么除了谷歌浏览器, 其他浏览器可以吗, 来啊, 那我们通过一个点呢, 去调用他的一些相关的方法, 那比如说在这里呢, chrome是谷歌浏览器, 对吧, 那往下面去翻的话呢, 还有edg, 呃, 还有filefox, 火呼浏览器, 对吧, ie浏览器, 那往下去翻的话, 还有open浏览器, 呃, fantanjs, 一个无头的浏览器, 除此以外的话呢, 往下去翻的话, 还有这个safari, safari知道是啥浏览器吗, 对吧, 这个safari浏览器啊, 可能土豪同学都知道啊, 那我估计也是, 我的学员有土豪学员, 那说一说呢, 那我知道, 对吧, 这个safari就是我们当前, 嗯, 苹果电脑啊, 就mac电脑, 它默认的一个浏览器, 我操这个, 在述的各位同学有这么多手号, 让我有点不太适应啊, 或者, 好吧, 然后往下去翻的话呢, 其实啊, 主流的浏览器, 其实都支持调用, 好吧, 那就回到之前说的一个问题啊, 之前QQ360, 有相关的浏览器调用方法吗, 他没有, 他没有,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些浏览器都可以调用, 都可以调用,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来咱们啊, 去创建一个谷歌浏览器, 好吧, 这个有同学说, 没吃过猪肉, 总经过猪跑, 对吧, 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面的话确实啊, 确实, 那我, 我其实也是这样啊, 好, 那我创建一个浏览器呢, 在这里啊, 那我用一个这个变量, 咱们来接受一下, 我创建的浏览器, 好吧, 这接受一下我创建的浏览器,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 那我们后面呢, 可以根据这个浏览器, 这个对象, 去执行, 我想要执行的一系列操作, 这接下来, 注意朋友们啊, 咱们继续往下走, 往下走, 那小封同学说啊, 我刚进来, 现在来晚了吗, 那肯定是必须得晚了呀, 你现在我都讲了二十多分钟了, 好吧, 那前面课程没有听到, 如果说相关的环境, 相关的一些浏览器的驱动, 没有配置好同学啊, 你可以直接找咱们的这个助理老师, 右上角的微信二位码, 好吧, 没有添加助理老师的, 可以加一下老师的联系方式, 那后续的话呢, 包括咱们的录播啊, 包括咱们今天课程的资料, 都可以找助理老师免费领取, 好吧, 意思是我连猪跑都没见过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的我啊, 我是说的我, 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位同学啊, 好吧, 因为我确实也是了解到有一些VIP学员啊, 那他们用的电脑, 我说直接是那个一万八的苹果电脑, 那给我整蒙了, 这个题外话啊, 好, 那接下来啊, 我根据我创建的一个那个浏览器啊, 根据我创建的这么一个浏览器, 那后续的话呢, 我要去执行, 浏览器的操作, 执行浏览器的操作, 操作啊, 操作啊, 操作, 那怎么操作呢, 就比如说啊, 来, 我首先通过这个driver浏览器, 然后呢, 点上调用他的一个get方法, 那get方法呢, 他在这里面呢, 在方法内部去指定一个地址, 那比如说呢, https, 然后冒号双写, 杠3w.百度, 点上一个com, 在这里呢, 我在方法当中啊, 指定一个什么呢, 链接, 然后当前注意, 我可以打开我的浏览器, 去请求这个链接地址的数据, 好吧, 那就比如说在这里呢, 咱们来右键去执行一下啊, 咱们来看一下啊, 好, 听门, 当我现在执行我的代码, 当我执行我的代码, 那么他会默认的去打开一个浏览器的这个窗口, 对吧, 然后呢, 现在所打开的窗口, 如果说是用咱们的这个程序打开的, 那么他会在这里给我们显示, Chrome, 正受到自动测试软件的控制, 对不对,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说, 你敲了这两行代码, 三行啊, 三行啊, 是我没有数数清楚, 你敲了这三行代码, 如果说有刚刚我那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就证明大家之前配置的当前这个环境, 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就关于这点, 就关于这点, 小跟班同学, 欢迎啊, 也是咱们的这个VIP学员, 老学员了, 对吧, 三合老哥, 最后一节课, 公安课啥意思, 以后专制VIP了吗, 对啊, 这是, 这个, 这确实是我今天最后一次给大家讲课了, 那后续我也不会在公安课讲课了, 我会专门负责VIP的相关的一些课程了, 好吧, 就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吧, get是什么, get, 这个get, 是什么呢, 是我们当前浏览器的什么, 一个方法, 是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方法内部传什么, 内部传, 传, 传, 一个地址, 对吧, 我内部是不是放了一个地址, 对, 百度这个地址看到了吧, 那然后呢, 这个地址, 我传了以后, 运行的时候, 他是不是给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呢, 直接请求的是我们百度这个地址, 对吧, 那如果说你换成其他地址可以吗, 就比如说呢, 呃, 我换一下其他的一个地址, 大家有没有什么小网站啊, 那有没有什么小网站, 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吧,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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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要的事情问三遍啊, 算了, 我自己去找一下吧, 好吧, 那比如说呢, 我找一下这个新闻, 我想请求一下这个新闻这个地址啊, 啊, 然后呢, 咱们去执行一下啊, 啊, 咱们执行一下啊, 完了以后, 同学们看一下, 我根据指定地址的不同啊,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求不同的页面, 对吧, 我们请求不同的页面,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一点, 然后同学说什么, COM后面有一个斜杠, 可以删掉行吗, 可以删掉, 可以删掉, 这个其实有时, 有些时候呢, 复制有斜杠, 有些时候复制没斜杠, 好吧,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习惯问题, 好吧, 然后有同学, 我操, 有同学真的发了网站, 我是胡你们的啊, 你们在公开课是发不了一些链接的啊, 好吧, 老师发点小视频, 这个不太好, 不太好, 我现在结婚了, 还看那个啥, 对吧, 不太好, 对吧, 我觉得不太好, 然后呢, 接下来往下去走, 往下去走的话呢, 就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呢, 我给大家明确一下,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仔细听, 注意仔细听, 那我们接下来, 我要去执行浏览器的自动化操作, 我要执行浏览器的自动化操作, 执行这个自动化操作, 那么它怎么操作呢, 注意, 就是你同学们啊, 我们的用户, 我们用户平常, 怎么操作页面, 那么咱们的相关代码, 就代码的这个逻辑吧, 和什么呢, 和用户操作页面的逻辑一样, 这个一样的话呢, 其实大致大致的一样的, 大致一样, 那么这句话在这里呢, 咱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就打个比方啊, 打个比方, 就是我们平常怎么操作页面,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打开的这个浏览器页面, 那我们平常怎么操作浏览器页面, 那么咱们相关的代码逻辑就怎么去写, 打个比方啊, 来, 就比如说, 那我进入到百度这个页面以后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想进入到百度新闻, 我想进入到百度地图, 或者说我想指定关键字, 比如说, 我想输入这个关键字, 然后呢, 去指定关键字去检索, 那么我刚刚注意啊, 我刚刚我做的这一系列操作, 我怎么操作的, 我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咱们相关的代码逻辑, 它大致上是一样的, 大致上是一样的, 这个能够理解吗, 这个能够理解吗, 好吧, 那这个能够理解的, 给我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对不对, 就是这个逻辑问题啊,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能够理解给我敲个1好吗, 不能理解的给我敲个0好吗, 这个就跟大家讲道理一样, 就男女朋友吵架, 对吧, 男的可能喜欢讲道理, 女的可能喜欢讲感情, 对不对, 在这里面的话, 我首先是给大家讲道理啊, 我首先是给大家讲道理, 那这个道理大家能够明白, 我看到都是敲一的啊, 都是敲一的, 随发网站了看不到, 老师截图下, 不截了, 不截了, 好吧, 进入网站后是截屏状态, 不是啊, 这个进入网站以后呢, 他不是截屏状态啊, 他可以执行一些自动化操作, 只不过我没有写逻辑, 我现在还没有写逻辑, 好吧, 这个英文字母这位同学,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要去写逻辑了, 我要去写逻辑了, 那就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带大家采集的是这个网站, 淘宝, 我要采集淘宝, 师母讲道理嘛, 我操, 师母不跟我讲道理啊, 我操, 好, 在这里面的话, 那我今天就去带大家去采集当前这个淘宝网当中, 我想要的商品数据,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把当前这个地址给他替换一下, 把这个地址给他替换一下, 那替换一下呢, 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来继续往后面去走, 老师有海狗玩, 海狗玩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梗呢, 我不知道啊, 我操, 好, 那这个地址我现在已经替换了, 对吧, 我已经替换了, 那替换完了以后呢, 来啊, 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首先执行一下, 執行完以后, 那现在是不是帮助我们去打开了这个淘宝的页面, 是吧, 打开了淘宝这个页面, 这个Jerry, Jerry的这位同学啊, 这个, 低调一下, 低调一下, 我原来你们想的这个, 这个过了啊, 过了啊, 好吧, 过了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刚刚啊, 那我去打开了这么一个页面, 对吧, 我打开的页面就是我指定的这么一个地址, 对, 就是我指定的这么一个地址, 好吧, 那这个地址的话呢, 来啊, 注意啊, 同学们, 那我拿到这个地址以后, 同学们, 你们会怎么去做, 啊, 你们会怎么去做, 你们大概, 现在大概来想一想, 大概来想一想, 就比如说, 我们啊, 请求完这个页面以后, 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做, 是吧, 那我如果说呢, 像如果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啊, 我要去找一个商品, 那我肯定要输入一些商品的关键字, 对吧, 那比如说呢, 我输入一个这个, 这个商品的关键字, 那我输入完以后啊, 在这里, 它是不是根据我输入的关键字, 然后呢, 去找到指定的一些商品, 对吧, 找到指定的一些商品, 那么我刚刚做的这一系列操作, 那后续都可以使用咱们的相关代码, 帮助我们去自动的完成, 懂我这意思吗, 好吧, 那现在在自动完成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去设置两个浏览器的属性, 或者说一些方法, 什么方法呢, 首先啊, 我可以通过当前这个driver, 浏览器, 然后呢, 咱们点上一个implastly wait,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是关于浏览器的一个这个智能化等待方法, 智能化等待方法, 智能化的一个等待吧, 好吧, 那这里面矿道当中的话, 它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预值, 比如说这个时间预值啊, 它的单位是秒, 比如说呢, 我就设置为10秒, 那么这个智能化等待, 它是一个什么等待, 为什么又把它称作智能化呢, 因为在这里啊, 同学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像你们啊, 你们打开这个淘宝这个网页, 对吧, 那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有些情况下啊, 你们网速可能稍微慢一点, 对吧, 那网速慢的话呢, 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不断的转圈圈, 不断的加载这个网页, 也就是说啊, 实际上, 我们操作的也是一个真实的浏览器, 那么真实的浏览器, 在请求页面的时候会有什么, 会涉及到页面的渲染, 页面的加载, 对不对, 那页面渲染加载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得要时间? 对不对, 也就是说啊, 我们在这里, 我们设置一个智能化的等待, 那它等待的时间是10秒, 那么这个10秒钟它怎么等的呢? 就比如说啊, 当今在这里啊, 对不对, 当今在这里啊, 我们整个的一些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等待, 它时间是10秒, 那如果说在10秒钟之前, 页面渲染加载完了, 那么它就不会死等下去, 比如说在3秒钟的时候, 页面加载完了, 它就不会等下去了, 或者说在4秒钟的时候, 页面加载完了, 它也不会继续等待下去, 所以说这是一个智能化的等待, 好吧, 就等待页面的渲染, 或者说数据的加载, 这是第一个, 我设置的浏览器的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我设置这个driver, 点上一个什么, 点上一个maximize window, 这个maximize window的话呢, 其实众所周知的话, 它是这个最大化浏览器, 最大化浏览器, 好吧,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我执行最大化浏览器的话, 就是想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想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比如说这个, 对吧, 这是关于我设置的两个浏览器的一个方法, 浏览器的一个方法, 还有同学说, 这个PyChamp怎么退出云服务器的一个链接, 这个在咱们VIP课程当中会详细的告诉你, 好吧, VIP课程会有关于Linux服务器的一些产生操作, 包括像一些Linux的一些指令, 怎么去链接, 怎么去单卡链接, 都有, 都有, 好吧, 然后有同学说这个implesslessly是啥意思, 在这里的话, 哪里不会咱们点哪里吗, 啥意思啊, 隐含的, 对吧, 咱们来读一下读一下, 再读一下, implesslessly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你其实同学们, 这里一个单词, 每一个单词你都需要知道啥意思吗, 他不需要, 因为这只是我们关于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它是固定的吗, 它是固定的, 它是人家已经写好的一个功能, 好吧, 所以说我们不用关注他, 每一个单词啥意思, 太费劲了, 太费劲了, 好吧, 这个没有名字的这位同学, 对吧, 我也不知道你叫啥, 所以说不方便怎么称呼你, 就关于这一点, 就关于这一点, 好, 那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呢, 我就设置了两个浏览器的一些这个方法和属性, 对吧, 那后续的话呢, 咱们来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好吧, 那设置完这浏览器以后的话, 同学们啊, 后续, 那咱们该怎么去做啊, 那后续我们平常怎么操作浏览器, 我们就怎么去做, 就比如说啊, 同学们, 就比如说, 来,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后续进入到这个音面以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找商品, 在这个框框当中输入关键字, 对吧, 那输入完关键字以后呢, 我们后续可以点击这个搜索按钮, 去指定关键字进行一个搜索, 是不是, 同学们, 所以说我们刚刚我讲的这两个操作步骤, 那接下来, 我们要去实现, 我们要去实现,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首先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实现的一些方法呢, 我咱们就定一个函数, 好吧, 咱们通过一些函数的方式呢, 去给大家去实行这些功能, 那比如说那在这里呢, 我通过df去定一个什么, 去定一个search一个product吧, 那么这个函数它有什么功能, 或者说我要实现什么作用呢, 在这里呢, 我要实现第一个功能, 根据关键字搜索商品, 根据关键字搜索商品,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这个关键字的话呢, 来, 怎么来, 关键字怎么来,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关键字给它写死, 是吧, 那我们啊, 当今这个关键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用户自己去输入关键字, 对不对, 自己输入关键字, 对不对,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 这个商品关键字,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 要通过关键字搜索,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把当今这个关键字呢, 让用户自己去输入, 那比如说呢, 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呢, 我通过input函数啊, 让用户输入一个关键字, 就比如说在这里,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请输入你要搜索商品的什么关键字, 那商品关键字呢, 在这里呢, 比如说啊, 我用一个word, W-O-R-D, 我用这个word的这个变量来接受一下, 好吧, 这个关键字呢, 就每一次执行我的程序的时候, 这个关键字, 就会让用户自己去输入, 好吧, 那输入完这个关键字以后呢, 首先啊, 对不对, 我首先把这个架子给大家搭建起来, 把这个架构给大家搭建起来, 好吧, 那这个关键字我输入完以后呢, 那后面, 我首先第一步, 调用什么, 调用搜索商品的方法, 调用搜索商品的函数吧, 因为我前面是不是定义一个函数, 函数先声明后调用,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接下来我去调用这个函数的功能, 对吧, 调用这个函数功能, 然后呢, 这个函数呢, 它要指定关键字, 那关键字的话呢, 我在这个函数当中, 我设置一个参数, 我设置一个参数, 好吧, 那这个参数后续就是在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要把这个关键字把它传进来,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首先给大家pass, 暂位服务一下, 暂位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在接下来, 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得把之前, 用户输入的word的关键字, 把它传进来, 把它传进来,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同学们, 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调用章心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在这里, 这个价值就已经搭建起来了, 价值就已经搭建起来了, 好吧, 那后续呢, 我是不是, 只要在这个函数内部, 把它的一些方法功能去实现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好吧, Ambless, Latly和MaxMaze都是任意添加的, 这个, 一般来说的话, 今天这个案例是需要加的, 需要加的, 对吧, 你不加的话, 你这个最大化浏览器你可以不加, 这个看你自己怎么选啊, 对吧, 你想要这个浏览器放大, 缩小, 对吧, 都可以, 还包括你也可以指定它的大小, 也可以指定它的大小, 好吧, 这是关于这一点, 这关于这一点, 然后呢, 调用函数不是DriverGet吗, 这太片面了, 这位同学太片面了, 好吧, 如果说你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的相关的一些Python, 函数这方面的一些基础啊, 你可能就没有很深的了解, 对吧, 我们这是, 这里面我们是设置的是, 定义的是一个函数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函数啊, 它在调用的时候呢, 需要传一个参数进来, 对吧, 那我接下来, 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指定上的名字, 传相关的参数, 这样的话才是调用函数, 好吧, 那前面呢, 你前面你讲的这个方法, 怎么Driver点上一个Get, 它什么, 它是模块的一个方法, 和我们定义的函数, 它是两个东西, 它是两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东西, 能懂我的意思吗, 英文字母这位同学, 能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两个东西, 你不要把它搞混淆了, 好吧, 你能懂吗, 懂的话给我敲个1, 不懂的给我敲个0, 好吧, 英文字母这位同学, 你不懂, 不懂, 还是不懂, 不懂这么跟你说吧, Driver点上一个Get, 不是一个函数,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关于这个模, 这个我创建对象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呢, 是Driver的一个方法, 这个东西它不是函数, 是Driver对象的一个方法, 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浏览器对象, 好吧, 那这个方法的调用和函数的调用, 它不是, 它也是有区别的, 我换行吧, 也就是说, 我们方法的这个调用和, 自定义函数调用, 是有区别的, 好吧, 那这个方法的调用, 人家方法已经写好了, 对吧, 你直接调用它相关的方法就可以了, 那我们定义的函数, 它是有区别的, 它是有区别的, 好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是关于这一点吧, 好吧, 可能有同学确实技术比较薄弱一点啊, 对吧, 这个东西啊, 这个概念, 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pass, 就是那些这个语法基础, 它是很难理解的, 它是很难理解的, 好吧, 这是自定义的函数, 对啊, 有同学用自己的方法, 把这个概念给他理解一遍了,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好吧, 对, 一个模块, 一个是模块, 一个是函数, 函数封装, 然后再调用, 对啊, 我现在就是先封装了一个函数, 然后呢, 下面再调用一个, 的函数, 好吧, 就是关于这点, 好, 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呢, 我要在当前这个函数当中, 去实现我的逻辑了, 对不对, 嗯, 在这里首先, 我要根据当前这个关键字, 去搜索商品,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如果说, 咱们要找到当前这个输入框, 咱们首先可以右键啊, 点击检查, 调出下面的这个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好吧, 那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呢, 当前在这里面啊, 同学们, 在这个里面, 大家呢, 可以找到当前这个输入框, 在我们Elements, 元素面板当中的什么呢, 在我们元素面板当中的这个标签, 在元素面板当中的标签,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后续同学们, 后续在这个地方啊, 那我们呢, 需要去找到它, 首先可以使用元素选择工具, 点击变成蓝色, 然后呢, 变成蓝色以后呢, 可以指定页面当中任意的元素, 比如说, 这个搜索框, 啊, 那它自动的定位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搜索框, 那我找到它, 怎么去找呢, 我们啊, 在这里呢, 有一个快捷解密的方法, 咱们右键啊, 鼠标右键, 选择这个标签, 然后呢, 选择它的这个Copy, 啊,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XPath, 也可以选择这个Select, 用XPath和CSS选择去, 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解析的方法, 去定位到它, 啊, 去定位到它,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啊, 首先呢, 去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复制好了以后呢, 当前在这里面呢, 咱们啊, 可以通过当前这个Driver, 浏览器的这个对象, 点上一个FindElement by什么呢, byXPath, 我在这里呢, 复制的就是XPath, 来重新复制一下, Copy它的一个XPath, 啊, Copy它的一个XPath,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就根据XPath的这个语法, 去找到了当前这个, 什么, 搜索框, 找到这个搜索框以后呢, 在这里, 我要在这个搜索框当中, 输入关键字, 对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有一个方法, 点上一个SendCase方法, SendCase方法, 就是在搜索框当中, 指定关键字输入, 好吧, 那这个关键字是不是, 我们传进来的这么一个变量, 或者说一个参数, 那咱们啊, 可以根据这个Keyword, 把这个关键字, 把它放到这个方法里面,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给, 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来, 咱们首先去运行, 商品关键字呢,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这个, 这个吧, 好吧, 这个啊, 特别们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在我们页面当中, 它是不是自动的, 帮助我们把这个关键字, 输入到这个输入框里面了, 对吧, 好, 那这一步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就已经做完了,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个地方, 我操QQ移一下, 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后面来接下来一步一步去走, 那现在我只是输入了当前这一部分, 对吧, 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 因为这个淘宝呀, 淘宝的话呢, 它就检测相关的一个色力量, 它比较麻烦, 它会其实啊, 淘宝这个服务器, 它会检测我们的这个色力量浏览器的这个自动化工具, 那所以说我们在后续的代码编写的过程当中啊, 要尽量的把它模拟成一个人的正常操作,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人操作乱卵器的速度不会很快的,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加一些延迟, 包括呢, 我也会带大家去添加一些随机延迟, 好吧,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好吧, Search Product前面写这个World Input嘛, 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函数和我们当前这个整个代码逻辑执行的一个过程, 函数它只是一个这个独立的整体, 它是相对独立的啊, 那后续才是我们执行的代码逻辑, 这个部分才是我们执行的代码逻辑, 只不过我们在下面定义了函数对吧, 那函数和我们下面的代码逻辑, 它是有区别的, 以及它在这里执行的过程, 它是先执行这个的, 后面哪里调用函数就执行哪里的逻辑, 好吧, 就这里, 然后有同学后面这个后面有个报错, 对吧, 这个报错的话就是阿拉斯加兰啊, 这位同学啊, 你这个报错就是因为你当前啊, 整个的这个浏览器的这个驱动没有配置好, 好吧, 没有配置好, 好吧, 没有配置好的话呢, 就会报这么一个错误, 好吧, 不配置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的牧师老师, 好吧, 让他教你一下怎么配置, 好吧, 小黄帝说, 小黄帝的同学说啊, 这个鼠标刚刚右键怎么操作, 这样操作, 右键啊, copy啊, 选择这个Xpass啊, 好吧, 就这么操作啊, 看清楚没有, 我给大家截张图吧, 就这么操作, 我发到公屏上啊, 发到公屏上了, 看清楚没有, 小黄帝这位同学, 我已经发到公屏上了, 你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不客气啊, 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好吧, 然后, 因为后面呢, 涉及到我操作的一个过程, 为了尽量的避免啊, 就是为了避免, 我们当前这个淘宝呀, 它会检测, 检测这个420脸, 那所以说呢, 我会尽量的模拟成一个正常人类的操作, 我会尽量的模拟, 就是用户操作, 尽量的模拟用户操作, 为什么选择Xpass, 因为我想用Xpass, 所以我选择Xpass, 好吧, 你想用CSS选择器, 你也可以用CSS选择器, 那我这么去说, 你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Xpass又是什么, CSS选择器又是什么, 关于Xpass和CSS选择器的话呢, 它是两个数据解析的方法, 那根据这个数据解析的方法, 根据它的规则, 可以定位到我在当前页面当中的标签, 对吧, 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我们后续的VIP课程当中, 也会详细的去教吧, 好吧, 就关于这一点, 就关于这一点, 好, 那继续往后走, 然后呢, 后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设置一些这个随机延迟, 那么首先, 我通过import, 我去导入一个什么呢, 导入一个random, 这是什么, 这是随机数模块, 这是随机数模块, 好吧, 那么就这里面的话, 我用这个模块, 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可以设置随机等待, 设置随机等待, 已经等我还要用到另外一个这个模块, time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呢, 它是我们passet当中的一个, 时间模块, passet的时间模块, 好吧, 那可以根据这个模块去设置什么, 去设置等待的时间, 这个等待时间, 是不是可以根据random这个模块去随机, 对吧, 以及这两个模块的话呢, 它都属于内置模块, 都属于内置模块, 内置模块, 有同学又问了, 老师内置模块是什么,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 有的话我讲一下, 没有的话我就不讲了, OK吗, 同学们, OK吗, 有没有, 有, 有, 有的话我就讲, 听一嘴吧, 内置模块是我们在安装, 安装解释器的时候自带的, 安装解释器的时候自带的, 它不需要咱们, 像这个模块一样, 这个模块它不是自带的, 所以说它就需要咱们去额外的去安装, 通过命令房的方式去安装, 对吧, 这是关于这点, 这关于这点, 好, 那导入完这个模块以后呢, 首先啊, 首先在这里呢, 我设置一下time点上一个sleep, time点上sleep, 它可以指定一个时间预值, 去设置延迟, 或者说等待, 好吧, 那等待的时间单位, 比如说我写一, 默认等待一秒钟, 对吧, 有同学可能理解的是睡眠, 对吧, 看你怎么去理解啊, 看大家怎么去理解, 好吧,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要, 我说了, 我要去设置一个这个随机等待, 那随机等待, 我就要借助random随机数模块,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 我通过random点上一个这个randomint, randomint, 它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取1到3, 我取1到3, 在这里面的话, 注意啊, 我现在标这个, 标生色的这一段代码, 我现在标生色的这一段代码, 在这里面的话呢, 这里面设计的这个随机数, 它是1到3秒随机, 懂我意思吗, 它这里面的范围, 它是包含1, 2,3, 包含1,2,3, 好吧, 那后续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 同学们, 在这里啊, 那我们就是随机等待1到3秒, 可能是1秒, 可能是2秒, 可能是3秒, 看到的随机数是多少, 好吧, 为什么不用智能等待方法, 没有啊, 没有啊, 那我们这个智能等待的话, 它是浏览器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设计的方法, 是为了让它在这里, 必须等待, 这里面就没有相关的, 就是已经封装好的方法, 没有封装好的方法, 给我们调用, 好吧, 就是关于这一点, 好, 然后到随机等待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我要去点击搜索按钮, 点击搜索按钮, 好吧, 那关于这个搜索按钮点击,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输入了关键字, 我刚刚输入了关键字,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关键字输入了, 然后呢, 我要点击搜索按钮, 好吧, 来, 咱们首先选择这个搜索按钮, 它所对应的是这个button标签, 对应的是这个button标签, 然后的话呢, 咱们同样的去复制它的一个xpass, 首先去找到这个标签, 好吧, 就比如说呢, 我通过这个driver浏览器, 点上一个find element by xpass, 好, 找到当前这么一个这个搜索, 搜索按钮, 对吧, 那搜索按钮找到以后呢, 它跟前面的操作就不一样, 前面找到的是一个输入框, 前面找到的是一个输入框, 好吧, 那在这里面搜索按钮, 我要怎么操作, 搜索按钮是不是要点, 我前面输入框是不是要输入数据, 所以说这两个操作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点呢, 要用它的一个click方法, click方法是实现我们当前页面标签的点击操作, 点击操作, 同样的在这里面呢, 我也设置随机的一个等待吧, 设置随机的一个等待, 搜索按钮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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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行,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包括我们当前这个Selillion, Selillion的话呢, 它是支持什么呢, 它支持我们这个键盘事件操作, 键盘事件的一个操作, 好吧, 这个在我们后续VIP课程会给大家详细系统的去交, 好吧, 至于说这个Selillion是关于我们这个爬层VIP的系统学习课程,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啊, 涉及到的这个技术点, 也是我们这个爬层VIP系统学习课程当中会交, 好吧, 就关于这点, 就关于这点, 为了为什么要避免淘宝检测, 为什么, 因为淘宝检测你, 你后面的数据你就跑不到了, 对吧, 我们的结果是不是要数据, 我发现这位同学好像有很多个10万个为什么之类的问题, 好吧, 其实都是一些常识问题啊, 因为像我们今天这个, 关于我们今天讲的案例是属于我们爬层数据采集的这个案例, 好吧, 爬层数据采集的一个案例, 好吧, 这里面涉及到的支点的话呢,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常识吧, 我只能这么说啊, 我只能这么说, 好吧, 用find element by class9, 可以吗, 可以啊, class9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面的话, 它是属于根据我们当前这个标签的class属性, 去找标签, 去找标签, pe install的这个pe是什么, pe是一个模块, 好, 完了以后呢, 来后面继续往下走,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那现在呢, 我点击搜索, 它有我们干什么, 对不对, 它有我们干什么, 那么在这里面点击这个搜索啊, 那后续的话呢, 我们啊, 在这里面呢, 它有我们登录, 它有我们登录, 好, 那在这里面涉及到登录的这个地方啊, 后续同学们, 后续的话呢, 那我们要把这个登录给它解决一下,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啊, 我现在这个函数, 我除了搜索商品以外, 我还要解决什么, 解决登录, 我还要解决登录, 判断是否已经登录, 在这里面的话呢, 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设立链, 它是空白的, 就是我们设立链, 它是没有缓存的, 没有缓存的, 好吧, element多个s,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element多个s, 它是取多个标签啊, 取多个标签, 好吧, 我只要取一个, 它取多个标签和取一个标签, 返回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解决登录, 解决登录, 好吧, 那关于在这里面的一个登录, 我如果说我要去解决的话呢,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这个地方吧, 在这里面, 我过一下断点啊, 这个确实有点烦啊, 那在这个登录页面啊, 首先, 同样的, 我要去输入我的一些账户信息了, 输入我的一些账户信息, 好吧,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首先, 我同样的要选择当前这里面的这个框框, 也就是说啊, 我现在, 我接下来我要干什么, 那我接下来的我的这个代码就该怎么去写,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对吧, 我们平常用户怎么操作的, 怎么去执行页面的操作, 那么我们这个相关的代码逻辑, 它大致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啊, 来, 要登录, 那么他在这里面是不是要指定用户名, 指定密码, 然后呢, 点击登录按钮, 执行一个登录操作, 是不是,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后续啊, 我们来找, 首先找到这个用户名的输入框, 来选择它的一个Xpass, 首先找它, 首先得找它, 好吧, 那找它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写相关的代码了解, 同样的方式啊, 在这里面呢, 我通过这个driver, 点上一个find element, by一个Xpass, 那首先我找到它, 好吧, 找到它以后呢, 来咱们点上一个send case, 在这里, 要在这个输入框当中, 输入关键字, 输入关键字, 好吧, 那这个关键字的话呢, 就是我们当前用户的一个用户名, 对吧, 就比你们登录淘宝, 你们会选择这个什么, 这个手机号, 或者说你的淘宝账号去做一个登录, 好吧, 那现在目前为止啊, 我的淘宝账号, 我写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我写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了, 首先我来导入一下我的账号, 好吧, from, from什么呢, from我们这个constance.py, constance.py, 后面py不用写啊, 然后呢, import导入我们这个淘, usernet, 就淘宝的用户名, 然后呢, 淘, password, 在这里面就是, 因为我的用户名, 我的自己的用户信息, 我写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当中了, 就是为了避免我的用户信息泄漏嘛,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 我就导入了我在这个文件夹当中的一个数据, 其实就相当于引用的一个意思, 相当于引用的意思, 导入用户信息啊, 导入用户信息, 好吧, 那导入完成以后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面的话, 那后续, 那我那边可以直接输入用户的淘usernet, 输入用户名, 对吧, 那用户名输入完以后呢, 那同样的在这里呢, 我设置随机等待, 随机等待, 好, 用户名输入完以后呢, 我再同样的啊, 通过这个driver, 点上一个find element by xpass,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同样的我找到当前这么一个密码框, 这是我找密码框的, 对吧, 同样的点上一个send case方法, 把我的这个淘, password, 就是我淘宝的密码,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在这里呢, 同样的咱们呢, 去随机等待, 随机等待, 随机休眠吧, 好, 那用户信息已经输入了, 已经输入了, 好吧, 直接带cookie请求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serlillion的话呢, 它是不能够直接带cookie请求的, 好吧, 那除非的话, 你使用当前你现在的这个浏览器的一些缓存配置, 好吧, 这个的话呢, 其实后续的话呢, 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课程当中, 系统学习课程当中也可以交吧, 好吧, 就关于这点, 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用户名, 用户密码已经输入了, 输入完以后呢, 咱们接下来啊, 我要点击登录按钮, 对吧, 来, 首先来咱们来找到他啊, 找到他, 来copy一下这个xpass, 同样的啊, 通过这个driver啊, 点上一个find element by xpass, 首先去找到这个登录按钮, 对吧, 登录这个按钮找到以后, 那我们是不是点上一个click操作, 啊, 点上一个click操作, 是吧,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点上这个click操作的话呢, 来当前在这里呢, 就点击了登录, 登录按钮以后, 点击完以后, 我同一样的随机休眠等待, 啊, 随机休眠等待, 好吧, 那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面相关的这个逻辑, 就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最终咱们来右键去执行一下我的代码, 输入关键词, 点击搜索,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他要我们做一个登录, 啊, 好, 在这里面做登录的话呢, 他有一个滑块, 啊, 他有一个滑块, 好吧, 好, 那关于这个滑块的话呢, 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是啊, 我给大家滑一下, 啊, 我再给大家滑一下, 你这个滑块的话呢, 他实际上啊, 对不对, 这个滑块, 他就是检测到了我们的这个色力量, 就是检测到了我们这个色力量, 好吧, 对不对, 这个滑块, 你即使你人为的去滑, 他是过不了的, 啊, 他是过不了的, 好吧, 所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呢, 咱们在这里呢, 就碰到一个问题, 啊, 什么问题呢, 检测到了, 就是我们当前使用色力量这个工具, 已经被淘宝服务器检测到了, 他不给我们通过,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呢, 我们后续啊, 我交大家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接下来啊, 我要去针对当前我的这个浏览器, 我再次去配置一个这个东西, 啊, 配置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要去修改当前浏览器, 它内部的一个属性, 好吧, 好,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在这里去修改吧, 啊, 相关的代码, 我只是把它粘贴到这里, 好吧, 那这里面我就通过当前浏览器, 我调用它的当前这么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它修改的就是我们当前浏览器, 它内部的一个这个属性, 它调用的就是我们当前浏览器, 它的这个GS执行的一些相关方法, 对吧, nevergator, 有同学知道, 有同学知道, 对不对, 那后续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 我要把它修改成这个undefined, 对, 那修改完这个属性方法以后的话呢, 在这里呢, 我接下来啊, 我再次去给大家去执行我的代码, 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啊, 对面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过去了, 对, 对面,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 对面, 而我们现在是不是加了当前这个绕过浏览器的一个检测的那么一个属性修改以后,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没有那个印证码了, 没有那个滑动印证码了, 对不对, 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绕过当前这个绕就是修改吧, 修改浏览器的内部属性, 修改浏览器的一个内部属性,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 同学们, 在这里面的话呢, 大家修改以后, 那可以直接去绕过相关的一个代码, 好吧, 老师那个代码可以发一下吧, 你找我们木质老师好吧, 好吧, 你直接找我们木质老师吧, 让他把这个代码, 这一档代码发给你吧, 好吧, 好, 就是关于这一点, 就是关于这一点, 好, 那么已经登录了, 也就是说, 我刚刚登录完以后, 这是我之前的一个错误登录的页面, 那登录完以后, 那比如说, 我就已经进入到当前的这个搜索了, 或者说我给大家重新进一下吧, 在里面我给它关一下, 我给大家关一下, 好,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同学们, 那我们同样的一个方式呢, 我就去搜索一下, 好, 也就是说到现在目前为止, 同学们, 那我们就已经把当前这里面的这些, 这个页面, 我到这里对不对, 这个页面我到这里以后, 也就是说, 我登录以后, 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页面数据, 是吧, 那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 那后续, 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相关的什么, 数据解析, 去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好吗, 同学们, 那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接下来直接下一步, 那关于下一步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实际上我就已经进入到了当前, 指定搜索商品的一个页面, 对吧, 那你进入到这个页面以后, 那接下来咱们就执行, 我的数据解析的相关逻辑, 好吧, 那比如说接下来, 来我定义第二个函数, 我定义第二个函数, 好吧, 那比如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通过def定义一个ParseData, 这么一个函数, 定义ParseData这么一个函数, 定义完了以后呢, 当前在这里面呢, 他需要的是, 我让他干什么呢, 我让他来干什么呢, 这个我让他来解析, 我想要的商品数据, 解析我想要的商品数据, 好吧, 那在这里面去解析的话呢, 函数, 架子已经搭起来了, 对吧,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调用商品数据解析函数, 商品数据解析的函数, 调用商品数据解析的一个函数,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在这里面呢, 我就直接调用一下吧, Parse一个什么Data, 直接调用, 直接调用, 那么接下来, 我要在当前, 这个代码当中啊, 就写我当前, 写其商品数据的这么一个逻辑了, 好吧, 继续来往下去走,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当中的话呢, 就会涉及到我们后续的商品数据的一个解析, 好,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首先调述我当前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 在当前开发者工具当中, 我们可以查看当前页面当中的一个数据元素,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首先, 比如说啊, 我可以使用到我当前这个元素选择工具, 选择页面元素, 选择完页面元素以后呢, 在当前这里面的话呢, 我后续啊, 来看一下, 我选择的页面元素在这个地方, 包括呢, 当前在这里面呢, 我也有一些当前商品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当前商品的一个标题, 是不是, 好, 那我既然来说有这个商品标题的话呢, 又因为涉及到当前这个商品页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商品数据,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 当前在第一页当中的话呢, 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八九十十一十二, 对吧, 有很多商品数据, 那么接下来就会涉及到我们当前这个所有商品数据解析,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涉及到多个商品数据解析, 涉及到多个商品数据解析,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同学们, 在这里面多个商品数据解析相关的语法逻辑就需要咱们自己去写了, 好吧, 序列这位同学说这个代码可以发一下吧, 好吧, 关于这个代码的话呢, 我们是不会提供原代码的啊, 咱们是不会提供原代码的, 好吧, 关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代码的话呢, 也不会给所有这个公开课学员提供, 好吧, 那代码不提供, 但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课堂录播, 到时候你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助理老师木子找他要一下, 好吧, 你可以找助理老师要一下, 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到公屏上吧, 也就是右上角的微信奥维码啊, 微信奥维码, 代码的话呢, 是不会针对于公开课学员提供的, 好吧, 好, 那后面呢, 我们来做一下多个商品数据的解析, 那多个商品数据解析呢, 通过分析啊, 来首先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 那选择到第一个以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啊, 他在当前这个标签当中有数据的显示, 对吧, 有数据显示, 那么这里面数据显示的话呢, 在IMG这个标签下, 对, 这个标签的名字叫做IMG, 那么像这个标签的话呢, 后续其实啊, 这只是针对于一个商品数据, 一个商品数据, 好吧,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啊,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些标签给大家搜索一下, 搜索, 搜索, 继续搜索, 再次搜索, 搜索到这里以后的话, 其实通过分析啊, 我们其实想要的所有数据, 都是下面这些DIV标签, 而且这些DIV标签, 它都是同级标签, 你可以发现, 它是不是排列的顺序, 它大致上的顺序排列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一样的, 是吧, 那所以说当性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呢, 其实通过分析啊, 所有这里面下面每一个DIV标签, 代表的页面当中, 每一个商品数据, 每一个商品数据,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通过鼠标的一些滚动啊, 你就可以发现, 页面当中, 这个高量显示是不是也在动, 那么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想要的数据在这里, 在这里, 好吧, 好, 完了以后呢, 当前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首先啊, 我, 首先获取所有的DIV标签, 好吧, 那这里面呢, 我会借助一个工具啊, 我会借助一个这个, XPass Helper, 这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工具啊, 那这个浏览器的插件工具的话呢, 可以辅助我们写这个XPass的一个语法, 因为之前我们XPass是不是复制的, 对, 我们之前XPass是不是复制的, 那复制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去写, 我们自己去写和复制是两码式啊, 是两码式, 好吧, 完了以后呢, 左边写XPass语法, 右边呢, 会根据语法去显示解析道德数据, 好, 完了以后呢, 我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 在当前这里面呢, 我首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首先取这个DIV标签, 因为它有一个class类属性啊, 我可以根据这个类属性做一个进去定位, 然后呢, 我往下去取, 往下去取, 好吧, 比如说我现在啊, 把它的这个class类属性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双鞋杠定位到我想要的DIV标签, at它的class类属性, 精确定位, 精确定位, 好吧, 那定位以后呢, 当时在这里呢, 取到了一个结果, 取到了一个结果, 老师嗓子是有点痒了吗, 没有啊, 还好吧, 我喝喝水吧, 润下喉啊, 润下喉, 还好啊, 还好, 今天这个复合还不大, 还不大, 好, 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呢, 你可以发现啊, 通过我写了这一段xpass语法, 那后续呢, 解析到的数据是多少, 这里有个数字看到没有, 这个数字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一, 也就是说根据我的语法, 现在解析到了一条数据, 解析到了一条数据, 好吧, 那后续来说的话呢, 我要去解析后面的这些DIV标签, DIV标签, 好吧, 来, 那后面呢, 我往下去取嘛, 对吧, 往下去DIV下面的所有DIV,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敲一个DIV, 对吧, 然后呢, 再敲一个下面所有的DIV, 好, 那所有DIV呢, 取到以后呢, 这里面的结果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18,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数一下, 你数一下当行页面的元素, 对吧, 选中的标签, 在我们页面当中, 它会显示黄色, 它会显示黄色, 你可以发现一下, 其实数下来的话呢, 一页是48条数据, 一页是48条数据, 好, 完了以后在这里呢, 我首先把这一段语法, 首先给它获取一下, 比如说我通过Driver, 点上一个findelement, 注意, 我现在要获取多个标签, 那我要加一个s, 我要加一个s, 因为s才是获取多个标签, 你不加s, 只是获取一个标签, 好吧, 这里面我加一个s, 然后呢, 后半部分这个语法, 我就把它粘贴到这里, 这里面的话呢, 我这里面是干嘛, 我这里面是获取, 所有的DIV标签, 就所有的DIV标签, 我已经都获取了, 获取下来以后呢, 来, 我用一个DIVS这个杯量, 咱们来接受一下, 咱们来接受一下, 好吧, 那接受完以后呢, 当心在这里, 后续我要去挨个挨个的去操作, 好吧, 老师, 你刚刚那个插件那里下载的, 挺好用的, 嗯, 这个插件工具, 对吧, 呃, 这是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工具啊, 那需要大家呢, 在这个后续的, 这个拿到安装包以后呢, 去配置一下, 就浏览器的插件工具, 有一个安装包, 然后的话呢, 需要根据这个教程去配置一下, 那还有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工具的, 可以直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木子, 好吧, 里面他这边有安装包啊, 包括呢, 他会教你怎么去安装, 好吧, 这位同学, 这个笑脸符号这位同学, 还包括其他同学啊, 还包括其他同学, 这个插件工具啊, 非常好用吧, 也推进插件用吧, 好吧, 写插件是非常好用啊, 非常好用, 好, 完了以后呢, 后续来往下去继续走, 因为我获取到了我所有的DIV标签, 那么我接下来, 我构建一个负训环, 我把每一个DIV标签通过负训环, 咱们把它变离出来, 也就是说, 我把它标签, 一个一个的给它取出来, 对不对, 那取出来以后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呢, 我可以根据DIV这个标签, 同样的, 点上一个find element by xpass, 这里面我涉及到的, 就是数据的这个二次提取啊, 首先, 获取所有的, 然后呢, 循环便利, 根据每一个便利出来的结果, 单独操作,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啊,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大家一定要理解,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框内部写xpass语法提取的一个规则,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明确一下, 我们要哪些数据, 好, 在当前页面当中, 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个数据的采集, 当前页面的数据呢, 首先, 页面的这个标题, 我们要, 页面的这个价格, 我们要, 付款人数, 我们也要, 店铺名称, 我们也要, 店铺地址, 我们也要, 以及当前其实每一个商品, 你点击以后, 它都有一个商品的详情页, 那么商品详情页所对应的一个链接地址, 那我们也要, 这个小孩子谁都选择, 对吧, 那大人我全都要,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呢, 来, 接下来的话呢, 这些数据我们要一个一个去解析, 那首先的话, 在这里啊, 我就去首先解析当前这里面的一个标题, 好吧, 解析这个标题, 那这个标题呢, 通过我用元素选择工具呢, 去选择, 全都要对吧, 选择以后呢, 它自动的定位到了我们的A标签, A标签, 那A标签下面呢, 我们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呢, 当前在这里呢, 它给我们显示的就是当前, 你可以对比一下, 你可以对比一下, 对比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发现啊, 当前第一个商品的名字, 是不是和标签的内容是一样的, 对, 是一样的, 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接下来啊, 把后面的这个A标签, 它所包含的文本内容, 咱们给它获取一下, 好吧,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去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取比较好一点, 好吧, 比如说我从这个地方开始吧, 我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话呢, 因为它有一个同样的类属性, 只要有类属性的标签, 我们都可以精确定位, 好吧, 那精确定位的结果呢, 在当前这个地方啊, 咱们给它复制一下, 来, 首先呢, 两斜杠呢, 跨界点定位到这个DIV标签, 根据它的类属性, 精确定位, 结果是不是同样的都是48个结果, 对吧, 都是48个结果, 对, 好,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往下, 取它下面的A标签, 那A标签它所包含的这个文本内容,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商品的标题, 或者说商品的名字,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取下面的A标签, 那在这里面可以看一下, 我取到A标签的结果, 在右边是不是有显示, 48个结果, 然后呢, 往下去翻的话呢, 每一个标签名字的结果, 在这里它都有显示, 对, 在这里它都有显示, 好吧, 那所以说当前在这里面的话呢, 咱们首先把这一段这个语法, 咱们给它复制, 复制好以后呢, 当前在我们代码当中, 咱们可以把它后半段语法复制吧, 复制多了, 因为前半段语法我们已经解析到了, 获取到了, 对, 那后半段呢, 咱们要点上它的这么一个语法, 去获取到它当前标签里面, 我想要的内容, 注意, 这只是获取标签, 那现在只是获取标签, 好吧, 那后续呢, 我如果说要获取标签, 它所包含的文本内容, 注意, 比如说这个标签, 它包含的这个文本内容, 如果说我想获取的话, 咱们要点上它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点上它的一个text属性, 这个text的属性, 它是获取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好吧, 那完了以后呢, 当心在这里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info, 我用这个变量, 咱们来接受一下, 完了以后呢, 咱们通过print, 给大家打印一下这个info, 看一下数据有没有获取到, 下面调用没有, 调用了, 调用了以后呢, 我给大家去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首先输入一个这个关键字, 输入一个关键字, 这里是做登录, 好, 那登录完以后呢, 在当前这个结果当中, 来, 现在在我们这里的结果当中, 它给我们打印的, 是不是我们解析出来的这些数据, 是不是我们解析出来的这些数据, 对不对, 大家看到没有, 那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些数据呢, 那我们大家也可以把它截图截下, 截下之后呢, 咱们来可以在页面当中做一个对比, 对吧, 比如说第一条数据, 第二条数据, 第三条数据, 第四条数据, 那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好吧, 那所以说当今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后续, 对不对, 后续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相关的这个代码, 对吧, 可以直接去解析数据, 就解析咱们想要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去演示了第一个数据解析的这么一个这个效果, 怎么去写了, 那后面的其他数据的解析的逻辑就是一葫芦画条, 就是一葫芦画条, 好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后续呢, 把其他数据解析的逻辑呢, 咱们把它直接粘贴, 直接粘贴, 关于商品的价格, 付款的人数, 对吧, 还有呢, 关于我们这个店铺名称, 店铺地址, 在这里相关的数据其实都是有的, 其实都是有的, 好吧, 这些这个语法, 对吧, 如果说你想解析到, 只能自己手写, 只能自己手写, 好吧, 那解析到以后呢, 那后续呢, 我们也可以把其他的数据, 价格,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评付款人数, 然后店铺名称, 店铺的一个地址, 对吧, 然后呢, 关于我们详情页的一个地址, 在这里都是可以获取到的, 然后呢, 打印的时候呢, 我指定一个打印的分隔符, 好吧, 指定我们打印的一个分隔符, 然后呢, 咱们去执行一下, 来看一下啊, 当前我们解析到的数据, 看一下几个解析到的数据, 好吧, 也是同样的, 也需要做登录嘛, 对吧, 也需要做登录, 有同学梦圈了还是什么, 梦蒙这位同学是梦圈了吗, 他说晕, 是梦圈了吗, 然后徐蕾这位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案例难度太大了, 对吧, 给我整不会了, 其他同学呢, 觉得怎么样啊, 同学们, 其他在座的各位同学觉得怎么样, 就觉得能听懂吗, 能不能听懂, 觉得能听懂的给我敲个一, 觉得听不懂的给我敲个零, 好吗,